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近日發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擾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網上電台節目的目的 就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就不只是和大家大肆批評政府 某機構或者某人對某種事情處理都不好 那大家發誓一筆翻就算了 我們希望能夠找到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從而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或者建議我們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簡單來說 如果你是特首 或者你是那位負責人 在當時的處境之下 你會怎樣處理這件事 今天我們想講的題目 就是關於最低工資的 因為最低工資這件事 最近都在一些政黨的政綱裡面 都不斷地來到重複題 我想知道到底最低工資好不好 是不是 有沒有更多方法 處理香港現在 有些人的工資很低這方面的問題 我知道最近有個公投 公投裡面有三個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講及香港應不應該有最低工資這個法例 而在投票裡面的結果 我記得有大概79點幾個人 差不多80%的人都認為 香港應該是有最低工資的 當然這次公投也有問及其他問題 譬如要選特首 這兩位特首裡面 曾蔭英權先生和梁家傑先生 他們選誰呢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應不應該有全民投票 一人一票的投票 大家都知道 大部分人在這個公投裡面 都認為我們應該有普選 雙普選 但投的特首 投出來的結果 公佈說大部分人都是投梁家傑 這樣 那孫夏文 對這個公投的背後 其實有些資料 其實我不太知道 我都看一般的傳媒報道的資料 孫夏文 首先講講 這次公投的現象 到底情況是怎樣的事情 其實這次就好像是人民 人民什麼 我忘記了 Civil Referendum 就是英文的 他們搞了公投 第一次投票決定三件事 第一就是你知不支持最低公司 第二就是曾蔭英權和梁家傑當中 你會選誰做特首 第三就是你知不支持2012年的有普選 那梁家傑就贏了 九成多人支持普選 也有七成多八成人支持最低公司 我們先這樣講 其實我們私事生學會 就是非常之堅決反對有最低公司 原因就是最低公司 最終受害者 就會是那些會因為有最低公司 而身感提升的一個人 大家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講 其實幾個層面 第一件事就是 任何這個勞工 譬如是政府介入 所謂保障勞工的措施或政策 在落實那一刻 真的應該有很多工人受惠 這件事我不會否認 在落實那一刻政府是受惠的 不過問題在哪裏呢 就是正當你有這些保障出現之後 就會令到這個勞工市場 彈性 需要很多 勞工市場彈性 這些好像很冷漠 很技術式的 詞匯 為什麼呢 就是 正當你想轉工 你想入職 在重返這個勞工市場的時候 這全部都是需要勞工 勞動團體有彈性 才可以的 要有那個就業市場 要搞活了 你才可以這樣做 如果在上公司之後 這三人就會難阻了 如果你難入職 難轉工 以及很難從頭勞工市場 一離開 你離開了勞工市場 很難再進去的話 最大的受害人是三類人 就是青年人 新移民 以及 她決定去生孩子的父女 那 如果你是說 為了 現在 我也承認有些婆婆是很慘的 例如做清潔三千元 是很慘的 這個薪金是我絕 我自己不會接受的 你叫我去 例如說 賭垃圾給三千元 我是不會做的 我真的不會做的 現在問題就是 那個婆婆 你明白嗎 為何那婆婆在你情愛怨的情況下 找了那份工作 她可能住得很近 如果有一份遠一點的工作 給她六千元 一倍 那六千元的人都不會覺得是 太差 不過六千元的話 要你每天回答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車費已經去你二千元 還要是失去時間 和家人的時間 沒有人計 我明白到 想推行最低工資的人 他們那種對工人的愛護 我是深深感受到的 不過你現在是中還是愛 如果你是真的愛工人 希望香港的勞動人口 可以達到最大的流動性 不單止是可以入職轉工 或者是從頭路透 勞動市場 而且在你入職之後 你開始工作之後 有很大的上升動力的話 就一定要反對最低工資 很多時候我們香港的工會 和左派人士是很難的 社會主義很難的 人家有什麼我們做什麼 你可不可以新的想法 我們香港現在很多低工資的問題 或者很多失業的問題 是房屋政策出錯的 因為很多最基層的市民 是住在公屋裡面的 而公屋正當你公屋 是放在一些不生家 都不知道哪個地方 政府用大量的誘因 那一段時間 去引你進去住 的時候 你就會害了他們 我是明白到那種迫切成 你看到你真是 社工的話 你看到那三千元 賭垃圾的婆婆 扭傷我的手 開不了工 你是感覺到那種迫切成 我也感覺到 現在問題是 長遠來說 你想怎樣 如果你說今時今日 幫到人 提供他們的薪金 不過之後 就害了年輕人 害了新移民 害了選擇生育的婦女 那代價是怎樣 為什麼會害到這三類人 因為你有任何的勞工保障 就會令到這個勞工市場 很難入職 你很難拿第一份工作 很難轉工 而且很難 如果你離開了勞工市場 你去照顧孩子 很多年 想回頭 進去 也很難 那你解釋 你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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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回去 很簡單的事情 我們香港人 其中一個最嚮往 大家要省眼淡淡淡 想像一下 這個年輕人 傷失了很多個月 畢業了很多個月 他家裡是沒有錢的 即是找工作 大家都知道 他就找工作 他在老闆裡 老闆跟他說 可以 我給你機會 試一下 不過沒有工 你要證明你做到事 我給你 年輕人就很開心 多謝老闆你給我一次機會 即是他又求又敗 才可以有機會 開始取得這些工作經驗 好了 你有了幾個工資 即是老闆一開播 就說不如這樣 有兩個應徵者 一個就是你 一個是做過的 如果兩個工資一樣的話 我一定是請這個做過的 那麼 做過的人 可能真的薪金提高了 可能提高了 不過問題就是 那這個年輕人怎樣 這個年輕人有我們香港人 最響往那一種的 你給我一次機會 我不怕吃虧 我真的不怕吃虧 現在沒有了 好了 你爭取最低工資那班人 究竟是害了這個年輕人 還是能幫到他 即是我 我是明白到那種 還有一件事就是 撇除一些比較年長的工人 如果你是說一個年輕人在做這些 因為你 他的生意 但是薪金肯定是 是在技術上是比較低的 所以 如果他突然 Silicon & 身金肯定是 薪金肯定是 所以他有更加向上爬的動力 我聽過的一個個案 即是用公屋這個 這個 的 比喻 即是你 政府 建一層公屋 的 價值 可能是 攤分出來 每個月可能是要七八千元的一個單位,就是它的成本,那它收1500元租 那租金我們先不要說,那住戶可能覺得我住這裏,如果我真的要給市場的租金的話 因為我沒有選擇的,選擇的彈性很小的,我申請公屋 其實我如果真的要租,我可能給三四千元租的 不過政府收了1500元,我就不怕住了 問題是,政府已經動用了社會八千多九千元的資源,他真是白浪的 是白浪的,同一比喻 最終之,如果我是年輕人面對一個很嚴峻,低薪金的情況 我就會有動力去自我增值,我不想用董建華這個術語 不過,真的要自我增值 你是可以有一群的人,在貧共線邊緣,剛剛被貧共線邊緣告 還是你想有一群人,今時今日,在貧共線之下 不過有無比的動力向上爬 我不會否認最低工資幫到人 不過大家就要含量,我們要的香港的未來,是誰的未來 他們很明顯的,你剛才所給的那個譬如 就是在最低工資幫到一部分人 你亦都說都相當多的人,但同時會令到很多人失業的 就是剛才所提出的,就是初入行的年輕人 新移民,可能他的社會,香港的文化不太對 也可能剛剛離職的,30元又回到老人家,可能有些傷殘人士 那就是說,如果我有個最低工資 那那個士頭去選人的時候,他一定要找一些人 是值得這麼多錢的 譬如說,我們香港將設置他五千元,一個月五千元 那你剛才說的例子,那三千元的婆婆 那我不請他咯,我請那些年輕一點的,而輕力壯那些 那婆婆就令到他,連那三千元 對他來說,是最好的收入 他的能力裏面是拿得到的 那我們令到這位婆婆,連這個 那個他能力是社會上能付得到給 因為他的能力的關係,機會都沒有了 就是我令到他失業了,對不起 那還有,我們社會也可以這麼說 就少了一個這位婆婆能夠付出的服務 就是我們沒有了他,我們做不到 就是他不會幫人家收回垃圾 或者幫人家撒布置 就是這個服務,這個這樣的法律 令到社會,我們所謂的社會 社會,我們所謂的社會 是沒有了這種服務 就是要看這件事 有啊,你剛才說的例子 就是如果你說那婆婆被那個年輕人 replace 了的話 那那個年輕人自己的前途是怎樣 就是那個年輕人就說 我很開心地做這份工作 其實如果那個婆婆做這份工作 他原本那份的 那年輕人就要逼著找其他工作 那那個年輕人可能的前途就會好一點 你找那個年輕人去打垃圾 就是我不是說一個dead end job 只不過是如果有婆婆去做的話 那他年輕人就要做其他工作 是的 講一問 阿黎太,下次 我聽聽了 我反而會覺得 就是 三千元的工種 就是因為沒有人 沒有人肯做 所以才有些老人家去做這件事 你當精神寄託也好 什麼都好 是的 但是如果你 設了最低的工資的話 肯定有人跟他爭飯碗 無論外地勞工也好 本地勞工也好 第一 這個婆婆沒有了精神寄託 她沒有了精神寄託的時候 她一定也會去拿中援 再多些失業金也好 什麼金也好 對她來說 她的心心又可能不愉快 因為為什麼呢 她已經是沒有了精神寄託 心覺得被社會排斥了出來 這個不是說精神寄託 李兆富今天也寫了 在蘋果論壇版 就是說 他當時 最初反對最低的工資的時候 香港很少社論 一開直真是 明刀明張反對最低的工資 李兆富當時寫了 反對最低的工資 當時有個 母親 他有個智障的小朋友 都不少 成年人 不智障的 寫了信給李兆富 說 李勒 我很支持你反對最低的工資 原因是 她的小朋友 就在快餐店那裏 做收盤 現在最低的工資 一定不請我兒子 作為一個父母 看到一個智障的小朋友 連一份工作的尊嚴都沒有了 尊嚴 其實尊嚴這件事 我也覺得已經是奢侈品 說真的 我以前做過股票行 我告訴你 很多人做股票行是沒有尊嚴的 不過 我最想 為何要保留香港的勞工的流動性呢 就是 我看到很多倫常的慘劇 很多老公 娶了一個老婆 在大陸 離開香港 這可能是二十年前的事 當時男人可能是四十歲 那女人可能是二十歲 現在就是六十四十 那女人在上班 可能是一些人說的 很低收入沒有尊嚴的工 例如在酒樓洗碗的 就是幾千元而已 那老公就坐下 計劃一條數 就說 不如這樣吧 我們 給多些綜援 你不上班的話 我們計劃一條數 你拿綜援多錢一點 不如不要做了 還要欠了些車費 那我老婆 沒有辦法聽話 就回家了 正當你斷了這個社會的聯繫 就是你每一天跟你同事說話 那種的connection 就會很多時候出現這個很嚴重的心理問題 抑鬱症 譬如老人抑鬱 不要理由老人 總之人的抑鬱 又可能覺得自己已經被人排斥了出來 已經沒有用 垃圾 被人踢了出來 就是有種種這些問題 我常常都想問的 就是這些情況 老公 因為抑鬱症也好 斬死了老婆 就是因為當時 不叫老婆不要上班 因為我拿綜援多些錢 屈在家裡 困獸鬥 變成這樣 情況出現 我常常想問 社工 爭取這些福利的人 就是 你覺得要加多少錢 到綜援 才可以解決這個 才可以避免這個律常慘劇 你開個價錢出來 每個月多少錢 一萬 一萬五 要究竟給多少錢 這個老公 搞到他才不會劈死 因為屈在家裡 所以不會砍死老婆 我明白到 很多時候 你推行一個政策的時候 是解決延離之急 而香港也很多時候 我的問題 是很迫切的 不過 你有沒有想過 你做了這件事之後 長遠來說 後果是怎樣 很多時候 特別是做了師医生學會之後 我有很多機會 跟香港的左翼民主派交手 有些被稱為偏激 其實社民連的人 我真心說一句 我覺得是善良的 是正的 即是他會跟你談 他會跟你爭 當然 我爭不贏他 他爭不贏我 但起碼可以攤出來談 公民黨那種 即是那種這樣的 怎麼說呢 即是他抱著的心態 就是我認識你 你不認識 所以我同意這件事之後 你沒有可能 可以改變我的思想 就算有很多種種的 數據也好 是不會的 因為在《一蘋果》直播 第二集那裡 李紹富就跟梁家傑訪問他 大概五十分鐘的時間 最後呢 李師傅都有提出的 即是那個最低工資 那李師傅問他 即是我有什麼情況 我可以令到你改變你這個立場 我記憶中他 他基本上都不會 即是你說得很對 我也不會 因為他為什麼呢 這個世界上有一百幾十個國家 都有最低工資 我又不見到有什麼大問題 那意思就是說 我已經做了research 我這條路是正確的 那你再有什麼新的資料給我 我都基本上 我都不會 不會改變 那大家可以看看 那個《一傳媒》的直播室 他做了兩輯 那我也覺得 如果想跟進這方面 可以看看 剛剛這麼巧 我就看《Vancouver》的新聞報道 是 他們說 將最低工資 由百元 加幣一個小時 提到十元 那引起很多討論 很多人說 加拿大已經成功 最低工資十五年了 那我們 可不可以在他們的經驗 那裡 取得我們自己 應該要怎麼走的路呢 那這十五年之間 加拿大是越來越好景 因為過去十五年 原來加拿大的國債已經是 搞定了那個問題 但是呢 貧富懸殊 就反而增加了 那 有些人就說 如果我們用最低工資的方法 那時候 就可以幫那些窮人 那如果是這樣 那時候十五年之間 已經幫到 幫不到 反而他們 即是 那個實質的 收入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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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物價不斷提升 是的 OK 好了 但是 為什麼 還有這麼多人要提出 要穿多工資呢 那我可以告訴你 這些是 政客買票的手法 那你一提出穿多工資的時候 那沒有人要報你 投你票 你進去做了皇帝 那你就要實行穿多工資 很容易 只是 只要拿一條工法 加一加工資 但是 法律是死的 就像 孫先生說的 那個經濟現象是生的 你不能夠用一條死的法例 去控制一個生的現象 那 那就造成很多其他問題 那 那是什麼問題呢 那 因為 最低工資 那些年輕人說 我不如不讀書 我出來工作 就开始 drop out 高了 但是实际上来说 他们说 job market 不是因为最低工资的工资提高 或者减少有所改变 因为影响是很少的 提高最低工资的时候 我说加拿大 工作没有怎样减少 减少工资的时候 他又没有怎样加拿 因为可能加拿大的福利制度好 他计算来计算 做也不错 做也不错也不错 另外有些政治家 现在加拿大西亚历劫 现在我不太清楚 不过比以前更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女儿出了这个毕业 我问她 你以后毕业后 问她说 no problem 没问题 没办法 因为现在加拿大的经济 原材料出口很多 因为现在原材料物价 升了很多 所以加拿大的经济是非常之好的 总之买到澳洲也好 总之买到澳洲也好 加拿大是好的 我其实同意你的说法 Millian wage 香港充足工资 不会使人临流 我同意的 特别是你落实那一刻 大家还要很开心 因为真的有很多人 薪金会提高 不过就是你刚才说的 其中一个现象 我也是想说这个 例如说加拿大 加拿大 因为有 最终之 有很多这个学生 就含量 究竟我留在学校 讀书好 不讀 还是不讀好 那 在这个没有政府介入的 经济体系里面 他当然说不值的 我可以继续读书字 我增值 我要薄高一点的人 希望可以有高一点的人工 未来 不过你这样 人造托高了薪金之后 他就进入了劳工市场去做事了 那宁愿选一条路 就是我现在已经开始做事 反而不再继续读书 而去读书 那 即是 有另外一些经济学家 他就发现 如果是最低工资 这个办法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 有没有其他方法 有的 原来 好像他们说 可以用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譬如你赚到多少钱之后 这个 人工太少了 你得的人工太少了 那么政府 就津贴多少钱给你 但是你要做事 你不是坐在那里吃的 你出去做到 譬如像你三千元个月 人工很少 但是你出去做事 你try your best 我要找食 但是不够 到年中 发觉 你做了这么多钱的事 不够 政府又津贴给你 每天又给你多2千元 3千元给你 他本身不满弱 但是很多人都要做事 我明白 不是 不是 其实 你问题在哪里 就是 如果那个年轻人 如果那个年轻人 都是做事 的话 他面对这个 附身恐随 你做事的话 政府会再补贴你 他面对这个 都是有有因去 离开校园 进入労工团体 当然 你可以整个年龄的 requirements 例如你要某个年龄以上 你才可以拿 当然可以这样做 只不过 工作这件事 说真一句 我除了回去和同事聊天之外 其实如果我没有薪水 谁会上班 如果是enjoyable 就已经过了免费去做 对不对 而工作这件事 是为了 最终是找到吃 对不对 你要生产些东西 出来 换给别人 接着就拿些钱 去换其他 食物也好 交租也好 怎样都好 很多时候 我觉得很多人说 我有上班权 其实 谁欠了你 我一个人 不勤力讀书 当然是在玩 根本就站在那裡 有人欠了一份工 一定会有人 像刚才说的 有些政客一定会出来 这个是你的人权 这个是你的civil rights 这个是你的entitlement 你应该有份工 好 当时我记得 有些众门 说政府 就算你没工 也可以 要是时事差 你找不到工 我给众门 不过你要做一些 volunteer work 例如说 撕垃圾 集体生病 幸好是SARS前 如果是SARS後 政府会分分钟 玩东西 抓你们去隔壁 突然间 每个人都病 唉 我始终是那句 我任何政策 令到香港人 不相信自己 即不是不相信 不依靠自己 去辞力更新 去爬上去的话 我一定是反对 你刚才说这个最低 刚才你说几类 年轻轻的人 初就业的人 五类 其实还有一类 其实很多 就算是专业人士 例如律师楼 会计师楼 起来怎样 我知道有些 一千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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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股票交易所 最近有上话的出气 Will Swift出气 他说你要来做事 第一 你要几十人 考到你 接着就给你六个月的 六个星期训练 或者一段时间训练 接着就选一个 选不了那些 就不可以在其他 股票行工作 这样的苛刻条件之下 好了 结果是没有人工的 就是没有人工的 就是没有人工的 你都看到 我想到律师楼 会计师楼 就算电影行业也好 我上一次 请了Ray Wu 他都说 你说没有尊严 电影行业也没有尊严 根本很多时候 你要去求别人 是给你一个机会 你去入行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背后很多问题 当然我们看到 表面有些人会受惠 但背后做出很多很多的现象 我们是看不到的 所以政府也说 在四个行业推出这个 最重要的事情 现在也有个叫做什么 自愿 不知什么 物差计划 叫雇主自愿 加人工 清洁 保安 之类之类 所以他们已经 用政治手段 避开你这个问题 我想问就是 你如何界定 做保安 你要拿牌去做 保安 其实比较容易 因为他拿牌去做 清洁 这个人说 有些工是 有些 沈沈 在抹厕 那他真的在做清洁 其实 如果有个雇主要玩 那能不能玩 这是第一 第二 我当你的雇主 是 无所谓 很仁慈 因为 少数不奸 就是商人 如果我是中间的管理层 我是邀请人的 顾头 那现在我最低的工资 我当你六七千元 那很多人认证 那我选择 如果有个婆婆 看着我 她说 七千元 我回佣四千元 给你 那 那个管理层 即不是老板 即中间的经理 就代了她 挺开心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好了 你当然说 不如通过多条法例 不可以这样贵赂人 你不可以贵赂人 就拿份工回来 行 其实也有这条法例 不问题就是 你越来越多 即是 你总之 引发到要查这些管理层 管理层 不知道引发到什么 出来 逐步逐步 越来越监 即是越来越监 是这样 侵入你的生活 就算你没有做 人们都会说你有做 现在你去马会 没有100元 不可以有提示 即是这个是马会 只是马会本身 如果将来 其他机构都是这样 怎样说 OK 好 那我们休息数分钟下 当然 我们可以有时间 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一个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这样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就是城市人工作 那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 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 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 这里这里 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买了回去 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 接受到这个 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产品 可以在我们 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 是28824848 那刚才宣泛文 都提出了 就是如果 这个最低工资的法例 就是应用 如果我们 用在 就是广泛的去 就是局部去应用 就是有些行业去用 有些行业 就不用全面去用 那也都会制造 就是有些 就是其他的问题 那有一种说法 就是如果我们 在某个行头 我们有 把最低工资 增加它 那很明显 那这些 他们制出来的产品 或者服务 的价钱 会提升了 而这些提升的价钱 就会 给了 那个 转价去消费者 就好像很简单 就是 是 当然了 就是有种 这样的想法 但是其实这个 是这样的 其实大部分时间 都不是这样的 因为为什么呢 当你的价钱 会提升的时候 可能你的产品 就少人买些了 或者有些人 去买其他 就是俄罗的产品 或者便宜些的产品 所以这个现象 很多时候 就是不会出现的 而这个行业的那些人 未必是 就是 就是好像 刚才孙克文说的 是肯定的 有些人 会即时受惠的 但是很明显 有很多其他人 是因此 就是放弃了 就是失业的 那有种看法 他说 就是 如果有些公司 其实根本上 就是因为 就是利润不够 那就要给 这么低薪金的人 那如果不是呢 如果他不能够提升 他的价钱 他就可能 就倒閉了 那有些人 这么说 就 既然这些这样的公司 这么来到剥削 人的公司 又做得不好的公司 那就倒閉了 就算了 是吧 就是没有就没有 那最多公司 就是很可能 是加速 加速他这类的公司的灭亡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呢 其实呢 有几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呢 第一呢 消费者呢 当然呢 就会受损了 因为他没有了这种产品 就是如果这个公司 倒閉了一粒的 因为他利润不够 那倒閉了一粒了 那消费者就没有了这种服务 或者这种产品 那还有呢 这个情况呢 只会呢 是将这些人呢 是转移到去 第二些的工 在这个行业的人呢 是即时变得没有工作的 OK 那但是还有一个 最后的现象呢 就是因为这些人的 没有了工作了 那些人会去其他地方去运工 那会将其他人的工资呢 会又抢低的 那其实最终最终呢 可以这么说呢 最多工资呢 是可能呢 是只会製造更多的失业 而且呢 是不会将那个工资呢 是提升到 那好像昨天George呢 他就是加拿大经验 加拿大这方面的数据也很多的 那就是可以 George 可不可以将这个报告 有些实在的数据 可以给我们知道一下 那就是 他们说 在2004年那时候呢 那个 贫富元素的现象呢 是30年来最高的 那 那10%的population呢 就是人口 十分之一的人口呢 是拥有 那个财富呢 是 八十二倍 那些 低下10%的人 就是那个贫富元素 是多得这么紧要 不是 其实我 首先说 我知道有些人 銷售这个 最低工资 其中一个 最低工资解决的问题 就是贫富元素 他已经有一分之一 就是假决不了 其实这个 这个 我觉得 就是我这样的 就是刚才你说 最低工资会解决这个 贫富元素问题 其实贫富元素本身不是问题 一个社会里面 有些人 选择 用多些时间陪家人 有些人 就好像到投资银行 那样 很冷漠地对家人 每一个月 才可能见到小朋友 一两次 这个是他的代价 他自己的选择 所以他找多些钱 这个是他的选择 我反而觉得 如果这个 解决问题 最低工资 我觉得 如果真的可以做到的话 就是 他可不可以提升到 最基层 市民 的薪金 我们 贫富元素 其实很容易解决 你只要将 所有有钱人的 资产充公 将最高税率 即 那个税制 变成累进税 接着 将最高的税率 到99% 那会解决的 以前试过 美国是这样的 我不反对 我当然觉得 仇恨有钱人 是大家的权利 仇恨有钱人 他有钱 我恨他 这是你的权利 不过 你不要出来 找一个政策 去搞定 这个 做低有钱人 是可以帮到基层 才可以 我曾经说一句 我是感受到 社工面对 对着公公婆婆 推车仔 也好 去找政策 也好 我是感受到他 那种 怎样有什么方法 可以帮到他 其实我可以支持 法力帮到他 你不要跟我说 先解决到贫富元素 贫富元素 贫富元素 不是问题 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 其实是 就是 懲罰 使用最低工资的 行业的人 和工人 因为 普通的人 他没有人理你 对的 因为你要聘请 那些 unskilled worker 不用技术性的工人 那你 要贵一点的时候 那你的 operating cost 你的成本就贵了 但是没有人会可怜你的 没有人会给你多些钱 因为他说 帮助他 那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 将 那个责任 放在 那几个行业 他们 因为他们不用 那些 不用 那些 性工人是不行的吗 我 讲真一件事 其实我是很同意 这个社会主义者说的 如果 打死了个僱主 是有帮到工人的话 其实 可以考虑的 因为如果你的政策目标 都是帮到工人的话 而唯一帮到工人的方法 就是打死个僱主的话 其实都可以考虑 我反对 痴死生 我反对 做工资源 因为他害了那些工人 我明白到 你会说 那几个行业 为什么要特意 玩他们 是不是 我同意 这个 其实 香港 领会 有个人跟我说过 其实 今时今日 清月工也好 还是做看奸 也好 其实有很多科技 科技 科技的 cleaning 技术 和做看奸 科技 已经是日生月异的了 工人和 机器 大家可以取捨的 有时机器更便宜 不 如果你托工人的价钱 就是 说实际 在英国 香港政府 有很多英国政策 英国 全世界最多 安全镜头 的地方 现在还有一个 就是 看奸可能合眼睡 现在的 安全镜头 你描述那支 软件 连你的样子 都可以拍出 一直跟着你的 所以我才反对 安全镜头 这是另一个问题 如果你没有 看奸不重要 你就可以找到 几个安全镜头 自动化 如果他人工贵到 那时候 他就用这些科技 去采取 现在还有另一个问题 科技越来越便宜 不停下降 以前 你可能见到 看奸 咬一咬他 200 他可能不能开门 现在 就拿200 我时很害怕的事情 就是这样 竞争力在哪里 亦是回到 他没有一份工的尊严 有心理问题的出现 所以 我知道 已经有很多 香港的政客 或者是 舆论界的人 已经公开支持过 最低工资 而认衰仔 或自己错 是很难 非常之难 但是 我也希望你们想想 究竟再留戀的最低工资 是要对 还是不对 是 我刚才听他这样说 我赞同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你把最低工资 设置出来的时候 那些 有个工种 慢慢他觉得 我最低工资 他便宜我才聘这个工种 如果这么贵的话 我用科技 那些人便 遲些 连工都没得做 是吧 那这个有个问题 隐身的年轻人 不读书 出来打工 有个问题 加拿大的经验就是这样的 很多high school drop out 他们 他们 鼎鼎黑 有去读书 香港 我就不知道怎么 加拿大人是很多的 那这个还有一件事 就是你说 刚才我都赞同你说 就是贫富延殊的问题 就是你杀了那些老闆级的 那都不代表你帮到那些贫富大众 如果你杀了是帮到的话 我也会考虑杀 我去诗书 我去诗书 都会考虑杀 但是问题 你不是 是吧 还有一件事 就是 好像刚才所说 其实是选择 好像你所说 有些人 一天 他用了 譬如一二十四小时 他用了十八小时 来工作 冷落了老婆也好 子女也好 他真的要去捐钱 他捐债 要捐钱 总之 但是有些人他觉得 不是 我 回八个小时去工作 不要再叫我做多些 做那些我都不需要 我想要跟我的家庭下去 下去麦当 麦当蛋吃 是否饱饱也好 我觉得是他自己的选择 有很多时候社工也好 或者某些人也好 他用自己的 他project了自己的感受下去 但是 他把自己的价值观 变成一条法例 借助警力 借助法庭的力量 去押下去 是的 如果我是政府 我有同一个心态 把我的价值观 变成制压下去 我第一件事会通过 就是 所有餐厅 都可以吃烟 你不可以不让我吃烟 如果我做政府 如果我做政府 而我也有这样的 压张自己的抗亂 就是 一极权社会 就是最危险的 就是这件事 很多时候我都有接触过某些社工 有很多时候 譬如他自己本身的婚姻有问题 他去接触某些 所谓的case 接触到婚姻问题的时候 他突然间把自己的衣服 套在他的身上 就是他不够客观的了 变成 不够客观的了 其实说一件事 现在问题就是 我们不可以反对某些公司 说因为有些社工 是没有这个 就是可能间歇性 失去了他的職业的道德 因为各行各业都有些 是的 我意思是 我们真的要很智慧地去处理这件事 就是要客观去处理 是的 不过太感情化去处理 太感情化 始终也是回到那一句 你最低工资拿出来 到底想帮谁 好了 走了五年 十年 十五年之后 最终害的 是不是同一班人 政府政策 往往是介入市民选择的政策 永远的反效果就是 害到他们想帮的人 是 是 我自己觉得 很多事 很多事都是 有些政客 利用这件事来买票的 这些家人都喜欢的 你帮 帮穷人 你这个口味好 知道吗 但是 最终来说 是帮不到的时候 他已经 就是 来了任了 他已经 拿着 墙粮 在加拿大 很容易 你做八年就 整天不用做了 靠大 的经验就是 他们的职责就是要立法 他们要立法 然后他才说 我做了这件事了 做了事 好像当年 我不知道谁说 陈婉嫌 最喜欢把手 政府官员的时候 把手 就像派国人十合 跟着 就用手 手指尾的边 就在桌上 就说 要做些事 要做些事 就是这种 做些事的心态 政府不做些事 他怎么挂街板出来 成功争取 这个没办法 不过政客始终都是 特别是 陈婉嫌我服哪里 他真的可以直选 这个我服 这个我服 陈婉嫌也好 李卓人也好 哪个都好 如果你是政客 你最终都要有选票支持 OK 如果大家 我现在不是乱政客 说这些事情 因为政客也是政治动物 他只要权 官僚也只要权 有市民支持 他也有权 所以我们的工作 如果要跟人聊天 就是 就是要跟市民说 究竟最低工资不好 就回到哪里 如果你是要用五六秒时间 一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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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我 孙鹏 你用五秒解释 为什么你这么反对最终之 我会这么说 我反对最终之 我反对最终之 是因为我不会放弃下一代 就是这么简单 我不会放弃新移民 还有我不会放弃妇女 大家 不要觉得 尴尬 反对最终之 大大声走出来 我永远不会放弃下一代 永远不会放弃新移民 永远不会放弃妇女 真的吗 用一些 好心做坏事 你真是好心做坏事 你真是想回 究竟这个政策最终的和害 害到哪些人 就是这三个人最大的和害 法例是得到自己的利益 加拿大的经验 很多时候是这样 法律 立法之后 就有很多人去用这条法例 去拿一样 拿一样 我始终是最害怕的 你读一下书不读 因为读书 那么多 找那么多 我读完之后 最好的例子是什么 澳门 突然间 薪金提高 低技术工资 会引发什么 就是大学毕业生 在澳门 可能要找12000元 12000元 等他去派牌 都成万多元 那是什么 是的 你这些人说 他没有大资的 中三就去派牌 讀完中三就去派牌 不过你想想 如果中三出来派牌 他已经找了中四 中五 中六 中七 和大学的三四年的钱 找代 我不知道澳门政府 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只不过 香港是一个比他们大很多的经济体系 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效果 不会真的有大批大批 特别是 你赌场请你 你就会厚似零 所以变成 越聪明的人 就会越不读书 不过 这个就是澳门 今天我们不说澳门 说到香港 我不想 永远都是我不想见到 因为某些政府的政策 令到那些年轻人做了一些决定 是祸害了他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各位政客 不是各位政客 各位市民 你自己想想 是不是真的想害羞这把人 其实我们最近也介绍了一本经济学的书 就是《苹果吉子的经济》或者《魔鬼的经济》 其实那本书是很简单的书 但是说出来的道理 如果我们真正正看了之后明白了去应用 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 就是我们现在面试面对很多个问题 其实我经常都说 其实我看经济学 我经常看一看一看不明白的 就是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大学那时候又读一下 又听一下 我经常觉得好像有些问题 我也不知为什么有些问题 而我们很多经济的策略 是用了出来 最多后来我们的经济问题 好像未解决到的 就是虽然那么多 立法尔想的经济学家得奖 但是最终你看到全世界都是 那个问题 经济的问题 是越来越乱越多的问题 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不明白 我觉得是对的 因为根本它本身是很多谋论的 很多这样的经济理论 都是谋论 根本是不合理的 我想补充一句 就是我们自由市场的大师 海耶克阿弗利文 这些是经济学家 马克思也是经济学家 我们经济学家里面 其实光谋是很厉害的 是的 好了 可以看到不同的经济理论 施展出来 政策施展出来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全球的问题 有钱的人是很少的 穷的人是越来越多 现在说不是 现在中产就变形了 M型这样 科技可能全球一体化 令到我们财富的分布有少少不同 为什麽 很明显 Frikenomics那本书都说 很多时候 我们社会 很多事情做的事情 都因为我们的道德的因素 我觉得 有些人这么惨 这么少钱来到购买 是很不道德的 所以我们想帮他们 这是我们的道德的理由 可惜那时候 我们做出来的策略 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这个效果 因为很多这个策略 都是因为处理当时表面的问题 是你做多些事情 好像孙伯伴说 有一部分人是即时得益的 但背后制造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们根本看不到 所以最终最终 我发现问题是没有解决到的 就像刚才George 讲的加拿大十几年的经验 问题是完全一式一样的 其实有几个 基本的简单的经济的道理 如果大家明白 就可以帮助我们处理的问题 处理得更加好的 第一我们要知道 就是我们所谓的 那个薪酬 那个薪酬 其实是一个代价 就是一个价值 只不过这个薪酬 就只不过劳工服务的价钱 那我们会不会相信 如果硬把某种东西的价钱提高 会令到这个社会更加丰盛 你想想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才不可能说 我提高价钱 那些东西都会好些了 因为在经济学 有个很简单 有几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将一些财富去分配 如果财富根本都没有存在 是吧 你怎么分都分不到 因为根本是没有财富在 还有我们不能够在长远来过 所以是比一些劳工的那个薪酬 是不断地增加 而它没有东西多 它能够生产出来的 那就是这个基本的经济的道理 你可以不可以强行做出来的 在香港面对这个所谓最低工资这个问题 其实为什么会 香港面对有几样东西可以看到的 第一 香港一定有很多所谓个性的 技能低的劳动的人很多 这个背景之后出现 还有香港是有一个 那个纵援呢 那个是非常之好的 这个也是一个导致我们现在要处理这个问题的 棘手的地方 那纵援是很高价钱的时候 那你用最低工资的时候 你怎么设置它 是吧 它不做事有八千元的 那你最低工资设置多少 你设置二千元 设置六千元 那些人就会考虑 我会不会为那两千元去做事 其实现在的主经就是这样 我们的香港纵援是非常之好的 那我怎么在这个环境之下 去将这个 就是做了一个最低工资的平衡出现 那香港还有一个问题 香港的生活费是很高的 高到可以这么说 一个大学生 畢业之后 赚了一万元 是根本养不了自己的 那如果我们说 你的工资低 认到你生活质数不够 那可以这么说 根本香港大学生 工资 都不能够 令他一个 好一点的生活质数 所以我们香港面对另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香港的 那个cost of living 那个生活的 指数是很高的 OK 我刚才说 你刚才说 香港有很多低技术人士 其实我也是这样的 那一个人 如果你不是智障的话 其实你学东西的能力 是有的 其实其中一个我最反感 特别是支持最低工资的人 我最反感他们的心态 就是 这班最低工资的人 就是这样的 他们没有可能 有更高的生产力 他们不会有心机去学东西 就是清洁工这件事 很多人觉得清洁工 是最低技术 其实清洁工是很棒的技术 你面对不同的污漬 如何清理都很难 是真的 是真的 吃了三文都知道 不过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常常觉得 可能这个根本就是 最深层次的价值观分别 就是这里 我们C23学会 是不相信 我们C23学会 是没有坐一班年轻人出来 组成出来的 但是我们的父母 有些真的没有读过书 但是他们都是自力更新 当年做厂也好 怎样都找一厂厂也好 推一辆车子去做鰻鱼蛋也好 你不要说他们没有技能 你不要说他们没有希望 你不要说他们没有希望 这条法例就是包含了 你觉得他没有希望的价值观在里面 如果你又有这样的价值观 我没有办法 我是可以明白 你为什么很支持这个法例 但我没有这个价值观 我不觉得香港人每个人都是这样 所以我会反对 OK 好了 我觉得 现在这几个综合的现状 那个情况在香港 香港的中文非常之高 香港的costal living非常之高 好了 你给他多少钱 令到他的生活质素好些 我曾经所提出 大学生的薪水 都不能够令他有一个好的质素的生活 好了 那你怎么设定呢 我们说 可能有些家庭的中文 我曾经说八千元 那你说是否 中文设定多少 你想到七千元的时候 那会不会是一千元工作 如果你是设定一个断月计的最低公司 那衍生的问题就是 你要生产到七千元 那老实在是七千元 那很多人会要求你加班 加班 加班的话 那你就 怎么说 加班的话 那些人就会再要求最高公司 那就是 他就是一步一步的要求 越来越多政府介入 那 最低公司 最高公司 用月薪计的话 我都没问题 说回刚才我说的妇女 他生个儿子 那小孩可能现在是六七岁的 他从头的努动团体 努动人口 他一个比较有弹性的工作 他可以早上和下午做清洁 不过了那几点就不行了 那几点就不行了 以前真的有份工作 可以这样做 好了 这一份 每日不是 full time 的工作 最低公司怎么计算 如果你不包含他们 那你最低公司发来做什么 好了 还有 如果 他自己 one man band 可能真的有个小生意 有些人不想做清洁 不想自己做 就找个人 不如你帮我找个人做 这个人可能以前本身自己的清洁工 想做老板 就开了一间清洁公司 不然也只有他自己一个 那他那张contract多少钱 他现在抛了身出来 博物风险 想上进 那这第一张contract 怎么计算是否又是最低公司 不行 一定是最低公司 其实也是衍生很多执行上的问题 不过 我相信 以这么多外国经验 是可以执行到这个最低公司 绝对可以执行到的 我不反对 有很多问题 不过一定可以解决到 至于最终解决完之后 害的是谁 不过 加拿大的经验 又觉得是 害过就是 他们最低公司的国家 因为分析越来越重要 其实在最低公司的历史里面 第一个国家采立这个最低公司 就是纽西兰 就是澳洲 那为什么他们会采立呢 是否因为西方世界百种人 所以比较开明 其实原因是什么呢 当时有很多妇女 例如是纽西兰 因为苦权很重要 所以你看到她的妇女 当时 纽西兰的妇女的教育水平 是 说妇女来说 是最高的 那怎么呢 很多女性 就涌入去上班 她的技能也不上班 很自然 同时 有很多中国人 去涌入那两个国家 当时执政那些鬼佬 男人 白种人 就说 我们要排挤外族人 我们要令到妇女回到厨房煮饭 不要让她做事 所以我们通过一条最低公司法例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通过了这条法例之后 他们不值这个价 或者有歧视的打折扣 因为他们不懂得说英文 我知她 全部 就离开这个公司法 当时他们这个策略的目的是 封杀 封杀人的就业机会 全身 香港人可能不知道这个事实 这个是历史的事实 当然 你只要有一个很棒的销售 走出来说 我们其实想保障一个人上班 选业就回去照顾孩子 照顾孩子好多 照顾孩子好多 一定是回去照顾孩子 那时就是有这样的心态 去订务这条法例 原来是这样 我觉得真真正正要令到人工要高 很明显的 一定要增加我们的生产力 这个最终的解决方案 就不是强行控制他们的价格 过去我们香港也看到 香港目前还很幸运 作为一个全世界最经济自由的地方 但你可以看到 现在越来越不会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很多无谓的法例 是妨碍人去做生意的 那我很多时候 我都经常看到一些 帮助劳工界的议员 他们成立很多这样的框框 他从来没有想过 为什么不想想 将这些劳工的人成为僱主 逼他自己做生意 这些法例 是妨碍那个做生意的僱主 是聘请人的时候 那令到现在被人聘请的人 想成为僱主 一样这么难的 那你认为如果是 原来自己做老板的 是赚很多钱的 那你将个框框弄得很难 那未做老板的人想做老板 就是一样这么难的 我刚才说的价值观就是这里 这些人对于他们来说 这些人不要希望的 对于他们来说 求老板想也不要想 他们只相信这些东西 才去支持掌控制 你一定是何秀蘭上来 何秀蘭一定跟你说 你想到不要做梦了 何秀蘭包括都要跟我说这句 他们不可能做老板 那时候我小时候 十多岁去找何秀蘭 我说想发达 我想发达 他最后他说 你想到不要想 是不可能的 这个就是支持掌控制的人的心态 灵于白骚公 莫熙少年窮 好了 我们时间都差不多了 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和香港讨论 大家有兴趣 比如有什么题目 想跟你跟进一下 可以给我们一些提议 多谢大家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